今天这集锻刀大赛非常的特殊 几个刀匠不好好打铁 居然争先恐后给节目组塞钱 赶紧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开局分发锻造材料 神秘的迫步之下 居然是一台24K纯塑料计算器 再抬头看看 工坊里各种动力工具居然也都明码标价 而我们在大量的数字中 发现了一点点锻刀的成分 莫菲节目组终于穷疯了 学生们倒贴路费就算了 来你这锻刀 要想用上动力锤还得自掏腰包 别问 问就是没钱 好在节目组良心未敏 给大伙准备了一些启动机型 在这张桌子上 有六种不同难度的锻造方案 他们对应不同档位的本金 你选择什么方案就可以拿到多少断刀臂 这么一说还挺好玩的 比赛全程共有三轮淘汰赛 每轮淘汰一人 冲到最后的赢家 可以将真正的一万美刀钞票带回家 第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大伙要在倒计时结束前 做出一把符合参数要求的刀片 如何在断好刀的同时 兼顾做好预算规划 时间就是金钱 话不多说 请选手们开始表演 格雷是个清醒的小伙 虽然很想要钱 但也知道自己水平有限 所以选择了雨滴纹大马师哥方案 获得1500元本金 最终工艺难度适中 需要准备至少60层以上的钢坯 在上面打出三分之一深度的孔洞 然后把孔压石 之后用这块钢梯装造出的刀片 就会浮现雨滴一般的花纹 女刀将小绿比他勇敢点 选择了合装大马工艺 对应2500本金 由于他用到的钢材通常比较零碎 因此锻造过程更容易出意外 但相对的 小绿资金方面就宽育许多 真是高难的工艺奢华的享受 小绿在填充钢材之前 先在罐子里涂抹一层立可白 方便后期涂抹 填满钢材后 他花100斤满下焊基使用权 打算给金属罐焊接封层 但才进行到这个步骤 他就卡壳了 焊基在他手里 就像失控的水管 非常不顺利 小绿这才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实力 所以及时放弃 换成了价值1500斤的雨滴大马方案 在新手村独当重来 头顶牛仔猫的金波 取向保守 选择了最普通的5160单层钢方案 本金只有可怜的500斤 虽然预算不多 但这套方案并没有额外公益要求 他也是个安于贫穷 精打细算的人 另一边的光头老哥马特 也和金波选了一样的方案 5160钢是他最熟悉的材料之一 虽然之后难免囊中羞涩 但翻车概率会大大降低 而且马特平时再加短刀 也从来不用动力锤 看来这波是老派照向快乐局 打铁唇靠一双手 瞧到最后应有尽有 两人打铁如火如荼 但场外之划评尾却要唱摔了 因为这块5160钢皮实在太厚了 凭一般人的体力 真的很难在三小时内 将它断达成一把小刀 注定这两位老哥能否逆天而行 我们拭目以待 一小时过去 两个年轻人这边进度一致 由于两人工艺选择相投 目前消耗的本金也相同 将钢皮投入炉中加热后 格雷就决定省省闲 于是拿出一个超级大铁锤 想靠人力将多层钢皮压实 对此我直想说 你为何如此自信 忽然不久后 他还是给液压机贡献了500斤 借用机器的力量完成钢皮拉伸 与此同时 金波依旧在手工打铁 但因为钢皮太厚太宽 火箭根本加不稳 目前进展不是很顺利 马特的进度也只比他稍快一点 两个小老头要加油了 比赛时间过半 格雷在节俭上吃过亏以后 也变得豁达起来 完成钢皮的拉伸后 他果断拿出200斤 拿下了钻床使用权 因为要锻造雨滴化纹 钻孔的步骤必不可少 小绿在旁边有样学样 也把钢皮拿去钻孔 但他的钢皮还没塑造成最终的刀形 太早钻孔可能不是好事 但时间紧迫也顾不上太多 比赛进入收尾阶段 金波的胳膊开始酸痛 马特也开始怀疑人生 两人的刀皮还是没有成型 可是如果现在用手头仅有的500斤 去购买动力锤的使用权 就好像把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否定了一样 于是两个巨老头卯足一口气 决定死扛到底 最后一小时 马特先松了口 拿出200斤 买下角膜机的使用权 打算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 小绿也买下角膜机 用它来数目凹凸不平的刀背 此刻它的本金只剩下一百 如果大伙再玩大富翁 那它已经濒临颇产 隔离的刀目前太长 虽然轮廓逐渐清晰 但还需要调整一番 而至今为止一毛不拔的金波 刀片也终于有了一点点起色 四人紧赶慢赶 总算在比赛结束前 勉强完成碎火 刀击时结束的那个瞬间 马特的刀片甚至还在燃烧 实在太刺激了 接下来是评委锐评环剑 先来看小绿的刀 刀身略短 表面打磨粗糙 由于没有酸血 表面的语地纹 更是相当于没有 但有一点不得不说 这把刀具有 新石器时代的一风 马特的V60钢刀 基本能看出是一把博弈猎刀 但是块头太大 握在手中沉甸甸的 需要大量打磨减重 格雷的刀形质相对标准 表面的语地纹还算明显 但也是重量略重 最后是金波的作品 一毛不拔的金波 终究是用一块钢铁 给自己做了一个钢铁元宝 本轮比赛 一波遗憾出局 加入当初舍得花点钱用动力锤 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其他三位进入第二回合 作为晋级成功的奖励 本轮比赛 没人本金增加100 各位之前购买过的工具 也可以继续使用 至于剩下的钱 则要用在手柄材料的购买上 如果你买不起 那也有免费的扁脚料可供许用 本回合限时两小时 比赛继续 小绿就算接受了官方救济 手头也只剩下200斤 他实在买不起昂贵的材料 只好挑选了几块免费边角料 回到工作台 先把刀片酸净显色 然后就去磨刀 马特现在手头还算宽裕 他先用上一轮买的角膜机 给刀片剖光减重 只是由于刀片太顽固 接下来的一小时 他都在干这个 格雷年纪轻轻也是理财大师 他先花200斤 买下一块好材料 给刀片打磨减重之后 又投资200斤 拿下待局机使用权 用来切割饼材 这回他身上是一分不胜了 但是必要工具应有应有 接下来只要按部就班 用钻床给刀跟打孔 再用萧丁组装饼材 一把成品刀具就接近完工 比赛时间很快过半 马特总算摸完了刀 预备组装刀柄 他花100斤买了一块硬角材料 用它装好孔 填充还氧树纸 用切乳法组装好了刀柄 再看小绿这边 刚刚用200斤买了待局机 现在正紧张的切割材料 一旦开始心慌 那接下来更是手忙脚乱 那免费材料就是质量不好 一不小心就会裂开 小绿的工作形势不太乐观 等到他终于完成了修尾工作 第二轮比赛也如期结束 选手们停下动作 交出刀具 进入试招环节 三台收银机已经准备好 格雷先来挑战 这把刀看起来还不错 期待他的实战效果 直抄满天飞舞 让尼尔森过了一把黑道仪 刀刃略我有些磨损 但整体依然锋利完整 格雷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马特挑战 他的刀外形奇特 来看看实际性能如何 刀刃出现了些许崩口 刀把虽然只用了数纸粘盒 但固定很牢固 可以通过测试 之后轮到小绿了 但评委只看了一眼他的刀 就认证他是个半成品 直接取消参与资格 小绿对此也没什么好辩解的 再次遗憾出局 格雷和马特成功竞技决赛 接下来他们有四天时间 复刻这把知名兵器 宝藤妖刀 他由乾隆皇帝亲自委任制造 刀锋制仙处 月威上翘 刀背镀镂镂零雕 靠近刀手处 镶线有精英铜丝和云龙纹 华丽而臣命 两位西方刀将会如何打造这把东方神兵 我们继续往下看 格雷回到老家工作室 先把炉子点上 家里正好有一大块1095缸 小火直接把它加热 起码刀根断造成全龙骨质 做出宝藤妖刀饼特有的弯钩弧度 然后打磨出刀片凹槽 修饰轮廓细节 在第二天就完成了热处理 刀片摧火过后 笔直剑硬 格雷很放心 之后的几天里 他开始制作刀瓣 由于武器原型独特 他又没有相关经验 从选材到组装都花了不少时间 到最后研磨时 更是磨坏了四条纱带 这把刀才彻底定型 真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马特这边刚回到他的野外车间 天空就下几了雨 阴天打铁 格外凉爽 首先在弹簧钢板上 标出尺寸刻度 然后用这台老式锻炉加热钢材 由于没有配备机械工具 刀片塑形这一块 马特还是纯靠手打 所以一直打了三天的铁 才完成了刀片塑形 第四天他开始准备制作手柄 胡桃木搭配黄铜护手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马特拿出简易锯子 手动切割饼材 一不小心还割到了自己的手 以工匠之血 限期宝刀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法锻造 爆炸一下之后继续工作 将刀柄和刀片组装起来 一把宝成腰刀就做好了 回到比赛现场 格雷带来的刀 由1095刚打造 刀柄打磨精细 看起来手感不错 马特的刀由高炭钢板弹簧打造 黄铜护手与胡桃木刀柄经典搭配 看着也蛮有质感 接下来这两把刀要接受三轮性能测试 首先是杀戮测试 格雷先来 黑野猪被开膛破度 粗糙剑硬的皮也能轻松割破 杀伤力强悍 接下来是马特 刀片弹性良好 切口很深 但刀柄太短 握在手中稍有滑动就容易脱力 不过杀伤力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是强度测试环节 格雷先来破冰 最后一刀直接穿透冰块 而且刃口没有出现任何损坏 刀片硬度无需多延 最后看看马特的表现 威力同样强悍 咬刀整体结构也依然坚固 表现不错 不过刃口摸起来有些不明显的磨损 肯定不如之前锋利了 它在接下来的锋利度测试中 可能会吃亏 这次的测试刀具是塔塔米店 格雷再次准备 切口平滑无阻力 这把刀就是这么完美 最后是马特 切口略有毛边 而且有两个没有完全切断 所以很可惜 这把刀在最后输给了锋利度 那么最后 恭喜格雷获得本期断刀大赛 冠军 吃东西